天人之间 天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对的东西 这些东西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对立 如果人没有分辨的灵 就很容易被它眼花缭乱 无所适从 因为很多假的东西几乎可以乱真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的灵 才能弄得清楚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间就要跟诸位分享 有很多真的跟假的东西同时存在 刚才说过这个假的很多东西会极可乱真 但是真究竟是真假是假 没有办法混同 我们来比方 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这是我们所信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永生的神 是真的 是活的 但是其他宗教呢 他们也说 他们所拜的是真神 不是假神 那么到底谁是真 谁是假 这个真假之变 怎么样区分呢 这是今天我们又在节目里面和诸位分享的 我们不必争辩 是真是假 最好拿出凭据来 拿出凭据来 我们真神是有凭据的 这个凭据是假神所没有的 我们的凭据在哪里呢 一句话 我们的神有能力 有能力 真神有能力 假神就没有能力 这一比较就知道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很清楚就分辨出来 这个能力存在什么地方呢 在新约 罗马书 第一章里面 讲到三种的能力 三种能力 罗马书第一章 讲到三种能力 那都是真神 才有能够具备的力量 假神没有的 第一种能力 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神性和永能 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虽然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天地万物的存在 就是这位真神存在的 最好的证明 英国有一个诗人 叫做Tennyson Tennyson有首诗 写得很妙 他说你要想否定上帝吗 你要否定上帝的存在吗 可以 你先来否定 这朵玫瑰花的存在 一朵玫瑰花的存在 就说明 有一位创造 玫瑰花的上帝的存在 科学无论怎么样进步 人无论怎么样聪明 没有办法造一朵 真的玫瑰花 人可以造假花 但是假花是死的 没有生命 真的花有生命 有香味 跟假花不同 真假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看见一朵玫瑰花的存在 你就不能不承认 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 那就是上帝 就是我们所信的真神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还有一个思想家 就是康德 德国的一个哲学家 他写过理性批判 他说一句话 他说 我们要想证明有神 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神看不见 但是 如果要想证明没有神 是更困难 因为到处都看见神的存在 这是康德讲的 这些思想家 诗人 他不是很平凡的人 他们经过思想 他们下的结论 是可以给我们做主要的参考的 他说证明有神很困难 是因为看不见 但是证明没有神更难 因为到处都看见神的工作 你看见太阳 看见月亮 看见星辰 你不能不说 有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 人不能造月亮 人不能造太阳 人不能造颗星 不要讲造这么大的东西 一草一木 一花一鸟 人都不能造 所以有生命的东西 都是神造的 神的创造的能力 就显明在这里 所以老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讲到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叫做创造的能力 用一句话来概括它 来涵盖它 这种能力叫做 使无变为有 本来没有的 本来没有的变成有了 当初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你看神的话一出来 事情就成就了 这就是我们所信奉的神 第一个凭据 他能够创造天地万物 第二种能力 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三节四节里面说 特别是第四节 讲到耶稣基督 按着圣善的灵说 应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写明是神的儿子 这个复活也是一种大能 一种能力 真神能够叫死人复活 假神不能够 假神有眼不能看 有口不能言 有手不能拿 有耳不能听 有鼻子不能闻 有手不能拿 有脚不能行 是死的 但是真神是活的 他能够创造天地万物 同时呢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了 这个死人复活是个奇妙的事情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涵盖它 这个死人复活啊 就是把弱变为强 把一个弱者变为强人 什么叫做弱呢 比方说我身上有病的时候 我这个十年来 被心脏病困扰得很厉害 最病的严重的时候 我要讲到 没有办法站着讲 坐着讲 站不住了 得坐着 如果再严重点呢 坐也坐不住 就躺下来了 当然没有躺下讲到的 但是躺下去了 如果一直躺下去 起不来了 那就叫做一病不起 就死掉了 所以一个所谓弱呢 有病的人 先是站不住 后来也坐不住了 后来躺下来了 一直躺下去 起不来了 就死掉了 所以所谓这个死啊 就是弱发展到极点了 就是死亡 软弱到极点了 就是死亡 那么什么叫复活呢 复活就把一个死的人 又将他活过来了 这就叫做把弱变为强 复活是个最大的能力 死人能叫他复活了 我们中国人说 人死如灯灭 人的死跟灯灭一样就完了 但是没有完 人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神能够叫死人复活 这才证明 他是真神不是假神 这是第二种能力 第三种能力呢 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 这个福音本身是个能力 是个大能力 传福音的时候 你看到 很多奇妙事情发生 很多人心中刚硬不信的人 他听了福音呢 他会信的 不想举手的会举手的 不愿意觉知的会觉知的 你像是个无神论者 听了到他相信有神 这个福音的能力奇妙 能够改变人的意志 改变人的心 福音 这福音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 所以福音呢 这个能力 用一句话来涵盖 就是把一个坏人 变成好人了 把一个小人 变成君子了 小人变君子了 这是这种气质上的改变 我常常说 一个基督徒啊 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 在他身上 一定有两种不同的改变 两种 一种改变呢 就是地位的改变 一种改变呢 就是气质的改变 这个地位的改变 什么意思呢 他本来是个罪人 现在变成义人了 因性称义的义人 本来是个坏人 这变成好人了 这个罪人变成义人呢 是地位上的改变 原来是被定罪的 现在罪得赦免 变成个义人 无罪了 地位上改变 本来好像是在阶下囚啊 在那个阶级 在下面做囚犯 现在把它升到上面来 做客人了 变成坐上客了 阶下囚 囚犯的囚 变成坐上客了 这是地位的改变 另外一种改变呢 就是品格的改变 气质的改变 这个气质改变 就是把一个小人 变成君子了 本来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听了福音 信了耶稣 就变成非常不会自私了 变成功而忘私的人了 本来是一个非常之恨人 记恨人人 信了主之后呢 他变成会爱人了 本来是个污秽的人 就变成圣洁了 虚假的变成诚实了 说话靠不住了 变性实了 这奇妙不奇妙呢 这叫做小人变成君子了 英文里面就总于讲 英文叫做positionary change positionary change 是地位的改变 还有一个叫dispositionary change dispositionary change 是气质的改变 这两种改变都应当有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了 请问在你的身上 有几种改变呢 你如果光是有一个地位的改变 不够的 光是把罪人变成义人了 感谢主 这是神的恩典 还要 你还要自己追求 长进 然后使你的小人变成君子 这是气质上的改变 地位上的改变 就是关乎得救 一个人得救 气质上的改变 就是关乎得胜 得救还要追求得胜 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 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努力 提升他的经验 符合他的地位 我们基督徒地位 是非常高尚的 是上帝的儿女 但是我们的经验非常低下 很卑贱 没有提高 所以要提高自己的经历 符合自己的地位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总而言之 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讲到三种的能力 都是真神所提供的 第一种能力 创造的能力 第二种能力 复活的能力 第三种能力 叫做福音的能力 创造的能力 是使无变为有 这个 复活的能力 本身就是使弱变为强 第三 这个福音的能力 是把坏人变成好人 这三种能力 就是我们所信的真神具备的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他们也都拜很多神 保罗说 很多神或在天或在地 但是我们只信一位真神 就是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真神 也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替我们死在施架上 这位神的儿子 他就是真神的化神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这是我们所信奉的真神 感谢主 这叫做真神跟假神的区别 容许我再强调的说 真假的分辨 就在乎有没有能力 真神有能力 假神没有能力 我们感谢主 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是一位又真又活 有能力的神 那么在这位有能力的神里面 我们享受了奇妙的恩典 在这些恩典里面呢 我们天天过日子 做生活 都在靠这位大能大力的神 托住我们 比方说 第一讲 这个创造的能力 我在去年 有机会到大陆去 他们去讲道 那么我就看到 许多没有信神的无神论者 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怜悯 让他们悔改信主 我就举例说 我曾经到过长城 但是我没有看见秦始皇 我也到过西安 到了那个兵马俑去看 也没有看见秦始皇 但是我能不能够说 因为没有看见秦始皇 就没有秦始皇这个人呢 我不能这样讲 虽然我没有看见 但是长城存在一天 你就不能否认秦始皇的 有这个人 兵马俑存在一天 你就不能否认秦始皇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一看一个人的工作 就知道他本人了 宇宙万物就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看见宇宙万物的工作 就不能否认有造物主的存在 耶稣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上帝是做事的神 他一方面创造 一方面救赎 不断地做工 他今天还在创造 你在创造什么 创造新造的人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 新造英文就叫New Creature 就是新的创造 神有个新的创造 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每一个基督徒啊 都是上帝的新造 新的创造 旧造已经过去了 今天还在不断地在创造新造的人 就是创造基督徒 但是我告诉你 神创造旧造很容易啊 只凭一句话 要有光就有点光 有植物 要植物就有植物 要动物就有动物 要飞行走兽就有飞行走兽 要人也不过说句话 做了就会人来了 但是要造一个新造的人 要造个基督徒呢 就不这么简单啊 造个基督徒不是随一句话 要出一条命的代价 诸位你知道吗 上帝要造个基督徒 要出一条命的代价 这条命什么命呢 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命 因为神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把他独生子耶稣都赐给我们 叫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一条命啊 他让他儿子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 使我们这些犯罪该死的人 因着信耶稣能够不犯罪了 也能够不再死亡 不被定罪了 这就是救恩 这个救恩代价太高了 所以人出不起 所以上帝就白白的恩典赐给你 出不起吗 全世界人 把全世界财宝都加起来 也不能换耶稣一条命啊 主耶稣一条命 神的儿子一条命 谁出得起这个代价 都出不起 所以白白的救恩就领到我们 这是上帝的大爱 你能够拒绝这样的爱吗 你我都不能拒绝 因为这是上帝奇妙无比的大爱 不出代价的 叫你一信耶稣就得永生 不要做什么好事 不要出什么预备什么条件 就是照着你的本相 来到主的面前 接受主的恩典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不要以为救恩是廉价的 救恩是不宁不便宜啊 救恩是无价 出不起的无价之宝啊 感谢赞助 这就是我们讲到神的创造 那么底下讲就提到 神只能复活的能力 这个复活力量很奇妙 就是把一个弱者变为刚强 我自己有心脏病 哇 这十年来 一直被心脏病缠累的 实在是做工作也不容易 旅行也不方便 但是去年居然 神带领我去大陆工作 我去了七个地方 33天 讲了26篇道 真是看见神的同在的奇妙 那是非常弱 讲道的时候力量来了 讲完了道就跟死人一样 弱都不得了 连话都不想讲 这是很奇妙 每一次奉主名一讲道 力量就来了 我在福州 在上海两个神学院讲道 他们都是五楼啊 五层楼的 也没有电梯的 那我怎么上去呢 我到了那里 我说主啊 你把我带到这神学院 他们请我讲道 我上不去怎么办 五楼 在美国走一层楼 我都喘都累 这走五层楼怎么爬上去呢 他们说我抬你上去 我说不要抬 偶像才有抬的 我不是偶像 我要走上去 我说我的主能拖住万有 难道不能拖住 这个小小的仆人吗 我祷告 我说主啊 我已经来了 你把我带来了 现在不能不上去 到这儿不能上去 讲道怎么成啊 我丢脸没有关系啊 你的脸丢不起啊 我就这样祷告 我主你把我拉上去 拉上去 把我带上去 祷告完我就上去了 一口气走了五楼 居然能够不喘 走到顶上了 你看 真奇妙 然后坐下来休息一下 就讲道 讲了一个半钟点 居然没有事情 哇 这真是看见 复活的大能 是我告诉那些 听到的无神论者 你不相信复活吗 你在我身上就看见 这就是复活的能力 如果没有复活的能力 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在别的地方 一层楼都跑不上去 五层楼怎么上去 居然走上去了 这叫做复活的能力 还有一个能力 刚才讲的 就是复应的大能 这个复应能力 能够把一些坏人 都变成好人了 我亲眼看见 许多人听信复应之后 大大改变 做婆婆的人 居然能够向媳妇去认罪 谦卑认罪 这多不容易 中国人的婆婆不得了 高高在上 才能向媳妇认罪 说媳妇啊 我以前不信主 我才知道 现在才知道 我是有罪 你知道什么罪吗 我咒诅你 我恨你 我恨你 我巴不得你死掉 所以我在初一十五 烧香念佛 都在那边咒诅你 叫你快点死了 你死了 我的儿子再去娶一个 你看看 婆婆居然肯向媳妇 这样坦白认罪 这是什么力量 这是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能力 使人能够悔改 使人能够把 一个坏人变成好人 多少浪子回头 因作福音的大能大力 吃喝嫖赌的 胜不过情欲的人 信了福音 接受耶稣 就改变过来 这些我亲眼看见 自己身上也有 多少奇妙的事情发生 都是人的头脑 想不明白的 但这个福音 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这就这个道理 在这个福音的里面 我们就看见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了 也为我们复活了 而且他复活之后 又升天了 将来还要再来 我们现在等候他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带来一个千年国度 那是一个完美的国度 今天我们都在做工 缩短他来的日子 把外邦人数目填满了 主教快来了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感谢赞美主 这个是真假的分辨 我们在节目中间 要一直要跟诸位分享 这个真假的分辨 今天所看的是 真神跟假神的分辨 以后还要看别的分辨 我们现在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有智慧聪明 有分辨真假的灵 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神 什么是假神 我们特别要谢谢你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永生神 不像世界上败的都是假神 我们拜的是真神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们的神有能力 能够救人 能够造天地万物 也能够使死人复活 主我们感谢你 你这样奇妙的救主 当然你救今天 收看节目的每一个人 都能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永生 我们谢谢你 也求你自己 享受当得的荣耀 因为这些都是你在实际上 劳苦的功效 你能享受完全的荣耀 谢谢我主我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